大家好 我是孫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 資金新玩法 先講講港股的情況 今天的港股反覆波動 低開之後曾經跌過 但其後慢慢回復升勢 升過百多點 但其後又回軟回來 升幅收窄 全日升40點 收28,146點 成交617億 今天的市早段跌下 主要受到本地地產股拖累 其中新世界發展跌1%有多 恆地亦有1%以上跌幅 只是龍頭股新地有些反彈 其後反跌為升多得內險股 因為內險股普遍有發出營起 升幅1%以上 很遠 包括中國人手升1.5% 大陸市又跌反升 不過最後全日升40點 那麽多 好了 講回整個市的形勢 單體恒生指數 今天都沒有什麽方向 跟上星期或前星期的大致情況 沒有什麽明顯的方向 因為全日的高低點 都相差200點多少少 不算有大的波幅 與此同時 成交都是比較大 剛才提過了 617億 600億多少少 非常淡靜 顯示大市都沒有什麽方向 原因是什麽 一方面就是期指結算在職 可能資金正在轉倉 並未在部署 都是轉倉 下個月才再來砌 這是其中的原因 其二的原因就是 可能跟兩件大事有關 一件是政治 一件是經濟 經濟是什麽呢 就是聯儲局會議會召開 公開市場委員會 今晚開始一連兩日會召開會議 究竟今次是怎麽樣呢 減息 大家覺得是勢在必行 問題是減多少呢 25點指定 50點指呢 現在大家就非常關注這個情況 現在初步的 到今日來說 都是73%的機會 市場估計是減息 25點指 剩餘2成多就是減息50點指 這是大家的估計 25至50點指 這對大家來說都是比較大的分別 因為如果減55 減50點指顯示聯儲局比較積極 到時大家會怎麽解讀 明天可以再跟大家分析 大家在等待 究竟25至50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可能都不便出手 或者不便出大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大事就是 大家等了很久了 中美貿易談判 終於面對面的談判 今天在上海灘舉行 據說是和平飯店裡談 希望整個會談和平 不過呢 初步看大家 現在市場人士都對今次的談判 不抱太大期望 估計就會繼續談 但是突然氣格性 談到結果出來 大家都沒有這樣想 大家都覺得 如果中美相反好像都不是 很急於馬上達成協議 所以今次談判 大家看看出來的氣氛如何 只要不是太惡化 就算沒有談判結果 也不會太意外 總之來說 大家等待 看看究竟出來是怎樣 這兩件大事 令市場 就處於一個觀望的狀態 波幅很少 成交很安靜 沒有什麼方向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看到資金有些新的玩法 即是怎樣提及幾個字 有什麼新玩法 幾方面來說 第一方面就是個股來說 剛才提過了 今天跌跌得多是地產股 本地地產股 升得多是內險股 看的情況下 繼續會這樣玩 原因是本地地產股今天跌 為何跌呢 可能和信貸評級機構發出的說法 估計香港經濟會隨著社會運動 或是社會運動不斷升級 可能會影響經濟活動 這樣說 而且估計香港的經濟客行風險 會增加了 而且長遠地下去 商業機構的信心 可能會受到打擊 信貸評級機構 講到這樣的情況 當然令大家對香港經濟為主的股份 是有點驚驚 資金的新玩法就是 繼續避開這些香港經濟為主的股份 所以今天地產股 就普遍逆市下挫了 而見到新世界發展 更加是1%之餘 還穿了底 走勢又相當惡劣 12號行地逆不是好很多 都是弱 以至順滯都是弱的 地產股、地產發展股、地產收租股 甚至房托股 今天都是繼續弱勢的情況 反而內地股份就不同了 因為內地不多受香港經濟 或者最近社會發展 或者政局混亂的影響 而且剛才提及過 內險股普遍發出盈起 資士華交到出來 盈利又有保障 所以資金的新玩法就是 離開香港經濟為主的股份 流向內地經濟為主的股份 特別是有盈利支撐的內險股 見到國壽升1.5% 更加帥氣就是財險股 今天升2%之餘 見到已經挑戰緊一個高位 今年初高位 走勢明顯比國壽更加強 大家要留意 但新玩法也是順著這個情況 就是資金很有可能 由香港轉到內地 見到今天上證指數 都是走勢比香港強 今天升0.4% 之餘之前已經突破了下降軌 現在繼續反覆慢慢向上 反之恆振指數比較弱 持續低位浮沉 並未有一個明顯的轉好跡象 甚至乎之前一路跑輸恆指的國企指數 都是比恆指英俊少少的 你看走勢也是 這陣子的低位一路上移 一路上移 一路上移 比之恆指 近先見過低位明顯是強勢 資金似乎轉到中資股為主 甚至去內地股市玩為主 第三個新玩法 好像繼續流向美國 反之其他發達國家 有資金退出的情況 可能跟英國的局勢越來越緊張有關 因為英國的身手上有項信 說到脫歐協議死了 不知道是否極度施壓 好像特朗普說極硬施壓 希望逼歐盟談判的手段 但是說到準備了硬脫歐 令整個英鎊的匯價不斷跌 跌至1.2 但歐洲也會受到影響 資金很明顯由歐洲流向美國的狀況 主要有三個玩法 接下來可能會繼續在這兩天 至於恆生指數 大致的支持和阻力位和大家講少少 支持位很簡單 都是50天線 看看這個能否守到 大概50天線 在27,966 大概28,000左右 阻力都是100天線 28,600左右 大家留意著兩位 時間關係 今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